天氣好熱好熱 戶外飆迫35度高溫 走在路上光撐傘還不夠 就算短短幾秒等紅燈時間 也要先到樹一下躲躲 就連機車族綠燈時也趕緊加快騎車 因為誰都不想待在紅燈烤箱區 一直躲在樹下吧 動作不想動 我們都會穿這個防袖套 然後盡量不要讓自己的身體跟皮膚 暴露在太陽底下 一有空檔趕緊補充水分 畢竟戶外活動不只要防曬傷 更要防熱傷害 尤其戶外工作者頂著烈日 在工地施工或者穿梭車道 都受玉蘭花 都是高危險族群 根據國建署統計 7月份截至17號 就有超過300人出現熱傷害 直逼去年一整個7月累積數字 如果開始覺得有一種胸悶 然後你的體溫感覺有增加 那開始覺得心跳加速 呼吸也開始變喘的時候 可能就要小心是不是有一些 熱衰竭的一些初步症狀 防熱傷害國建署建議 早上10點到下午2點 盡量避免戶外活動 要是免不了得出門 除了穿透氣衣物 帽子墨鏡 做好防曬外 多喝水也很重要 因為在濕度超過70的時候 其實我們皮膚散熱會非常困難 這時候熱度也很難跟著散掉 我們心跳會加速 呼吸也會加速 這時候民眾就會覺得不舒服 澱解質也跟著不平衡 然後體溫太高的時候 會有致死的危險 台灣夏季高溫潮濕 常常讓體感溫度高於環境溫度 想解身體的熱 醫師表示就得靠排汗 但要是環境濕度過高 導致排汗困難 還有另一個管道 就是多喝水促進排尿 嚴嚴夏日不讓熱傷害找上門 今新聞吳雅廷 陳盛義 採訪報導